大家好,上一次课呢,咱们主要是学习了一下这个FSO当中的什么文件夹的操作 包括这一个创建和什么样,判断它是否存在 当然如何删除我们没去说,因为那个还是比较简单一点 大家看一下它的方法,有一个DeleteFold 这次课呢,主要是学习一下这个File,这个对象的这个操作方法 那么包括它的创建和在里面写数据,以及从里面什么读数据 那么呢,还是跟之前一样,我这里面用这个VBSEdit 给大家做相关代码的展示,大家跟着到时候学一学,写一写就行了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判断在本地系统当中 有没有一个文件夹,如果有,我们该怎么做 如果没有,是不是可以创建一个 那么代码呢,还是跟之前差不多,那我们先来写一下 定一个FSO对象,再定一个FS,再定一个F具体文件 SET FSO,这些都是之前说的,固定写法 记住就行了 PTING,然后呢,是什么,FileSystem 然后的话呢,大家看啊,接下来呢,我们呢 判断本地文件目录里面有没有对应的文件 那我们可以用一符一句,FSODM,判断文件是否存在 就用这种方法,后面跟你所判断的那个什么,路径以及文件的名称 TEST.txt,后面跟什么样,那么如果它存在,为真,那说明什么样 存在 否判断文件,否判断文件是否判断文件,我们打印一句话,什么样 NOT,NOT,EXRST,好,接下来怎么办,我们创建它 那么怎么创建呢,是这样写,SET F等于FSO点CREATE TEXT FILE 好,后面跟什么呢,跟你要创建了这个文件的什么样,名称 啊,就可以了,END IF,那这一段呢,是通过什么样 先判断有没有这个文件,如果有,就打印出一句话,已存在 如果没有,就告诉你不存在,然后怎么办 手弄了呢,创建这样的一个什么样 就通过这段代码来创建这样的一个什么文件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整个代码执行的过程 点START运行一下看看,啊,说文件不存在 执行这句话开始创建了,那么我们到C盘下面看一下 是不是创建了,啊,确实存在了,那如果说我们 再执行一下,啊,说已经存在了,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代码呢,是用了判断文件是不是存在了 那么这个文件存在了以后的话呢,我现在想在里面写一段数据 写一段数据,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呢 写数据呢,是这样子的,啊,它也有一个固定的方法 首先你得打开,打开以后再往里写数据 那么呢,在用打开这个函数的时候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固定的要求,比方说它以什么样的模式打开 这个模式呢,它是三个什么呀 它是三个场量,啊,那么我们事先点心什么呀 创建这三个场量 第一个呢,叫for,breeding,读 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什么呀 for,什么呀,writing,叫写 第三个呢,叫追加 啊,叫追加 然后呢,我们呢,在使用这个函数的方法是这样子的啊 setf.open text file 后面跟什么呢 跟你要打开的这个文件所在的路径 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呢,要跟你对应的模式 那我们这里面讲的是用appending 追加的模式 因为writing呢,会有个问题 就是你写,每执行一次 它会把原来的数据怎么办 清空掉,啊,所以很麻烦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啊 后面的话,你可以跟一个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可以是什么呀 这个force或者是微增 如果跟微增的话呢 当这个文件,打开的这个文件不存在的话 它会自动创建一个新的 如果已经存在,那就不死为 那么如果你后面跟的是force的话呢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的话呢 那它就会报错 啊,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那假如说我前面已经有判断了嘛 那我们这边去跟一个force 接下来是什么,是往里写数据 writ,先打开了 打开以后往里面写数据,就right line 比方说hello 好,写完了以后怎么办 如果说我要退出来,一定要把这个 巨柄对象给关掉 然后呢set跟之前的什么样 是一样的fso 等于是吗 那是在内存也释放掉 OK,那我们来执行一下代码看一下 说已经存在了 这里面写错了 大家看一下啊 过程雕用出问题了 我们来调试一下 好,这个写错了 好像是,是吧 少了个N 那我们再运行一下看看 存在 好,执行完成 O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里面是用了hello,对不对 往里面写了一条数据了 那么这一段代码其实写的是什么呢 先打开一个文件 然后呢在这个文件里面怎么办 进行什么,输入写入 那然后如果说我还要干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这个文件什么 弄完了以后把它删掉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 可以这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删除这个文件 fso delete file 后面跟什么 跟这个路径地址 对不对 其实跟我们上面for的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说你有兴趣了 你可以把后面这段代码补起来 补起来 可以把这个什么,删掉 那这个呢是给大家讲的 就是创建一个文件 然后呢在文件里面写一个数据 那如果说还是那句话 我要把它写成一个函数 该怎么做呢 那写这个函数怎么做呢 哎,我们一样的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本还是把它写成sub函数 然后呢是什么 是假如说是write write log 取这个名字啊 那这里面的根是什么 是file什么呀 pass 假如说file pass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log stream 就是日志的什么 这个名称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中间这一段 按的sub 那这个地方就要改掉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改成一个什么 那样 变量file pass 同样的这一块也是替换掉 这个替换掉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要改成我们的什么 叫log什么 圈圈 是不是log 圈 好 接下来我们调用一下它 大家看一下 是w i t t write log 后面跟什么 跟我们这个路径 日志的路径对吧 cp 冒号test.txt 后面跟什么 跟我们日志的这个内容 那我们可以用now now函数 加上什么 连接上我们试试啊 连接上我们对应的这个信息 执行数据 假如说是这样子的啊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看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未结束的支付串 我们看一下是11号 好 这个地方再看一下啊 一个符号扫三了 出这个问题啊 好 我们执行一下看看 好 执行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xt txt file txt file 下面是不是这样子 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七十本文件里面就加了一下 大家看一下 时间 日期后面跟着什么呀 执行 自动化测试 你看往七十本文件里面就写了 那如果说我们再执行呢 如果说我们再执行一次呢 一样的道理 它又会追加一条数据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再追加一条数据 看到没有 58分20秒 58分42秒 就一步行一行往下写啊 这个呢 是我们在这个 自动化测试过程当中 可能会经常会用到的一种啊 自己写日词 用来控制日词的 其实有些时候 如果说你把结果写的比较简单的 测试结果 如果说要写成这个啊 机师文文件的话 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啊 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 用这样的函数去写 OK 这一段呢 是给大家写的这个文件的一个操作 其他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了 啊这里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读 读的方法 那这里面给大家写一下这个读的方法 其实呢 就是说读的时候 你把这个点缝什么 for reading 啊这个地方把它换成for reading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做 写的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原基础上改一下啊 fso等于fso.open text file 和我们跟一样的啊 和我们跟一样的啊 我们的叫test stream 那这里面就定一个变量 btest什么样是trim 把我把取出来的数据把它打印出来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执行一下看看啊 这段代码应该 哎下面还应该写一下最好 sit应该是f 可能是关掉 试一下啊 自信一下 存在 好了大家看到没有 他把第一行读出来了 把第一行数据就取出来了啊 这个是读的 这个是写 读 我们都有啊 我们都有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vbs当中啊 对fso当中这个对象里面的file对象 进行什么一个操作 给大家做个演示 大家学习的话呢 我觉得就把这些个代码掌握清楚 就差不多了啊 其他的话呢 你有兴趣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帮助的 在我们测试工作过程呢 我觉得这些基本就够用了啊 包括我们写日志 或者从记事本文里面去读取 去收集 基本就OK了啊 那么咱们这次课呢 也暂时就先上到这边了啊 谢谢大家的这个观看